我真没想到 原来 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 干了 贱婢 这才过完新年 贵夺怎么就死了呢 皇上 高宾说贵夺 是在家谷山林房山湖时 被山上鬼落的大石杂种族的 也是可怜 幸亏他留下了一本治水的册子 这样的人才走了可惜啊 对了 你叫李玉准备好一千两银子 就说是朕给他家里治丧的 是 贤妃被冤之事查得如何了 快有眉目了 查清楚了 有些人也可以处置了 皇上 今日春夜 皇阿娘送给臣妾一把铜子如银 皇阿娘苦心 盼着你与朕早天敌此 今日呢 朕也备了一盒东海明珠给你 这明珠光辉 朕盼着闪耀中宫啊 明珠金贵 何况是一盒之术 臣妾想到采助人的辛苦 也不敢往受 朕知道你不喜奢华 可这明珠再珍贵 也比不上朕对你的心意啊 臣妾多谢皇上 李玉啊 把朕备下的迎春礼 送给诸位嫔妃吧 知道 多谢皇上 多坐下吧 多谢皇上 ты ITE 给皇后娘娘的是一整盒 给咱们的却只有一颗 到底是看中皇后娘娘 这咱们的都是东海明珠 我 盛平的锦盒里面红红的是什么呀 盛平啊 朕送你的礼你可认得 皇上 这是朱砂 这 皇上 朱砂有毒 您赐臣妾这个做什么 莫不识拿错了吧 这朱砂有毒 预热出水银 最合你不过了 玉虎 你来说说 是 奴婢按皇上吩咐 追查当年怡婢 与梅婢两位娘娘 皇嗣被害之时 当日指证贤妃娘娘的小鹿子已死 小鹿子的兄弟 从前伺候贤妃娘娘的小福子 在瓮山炸草 小安子发落皇陵 做苦役 奴婢派人去他们家乡查问 看到小福子 与小安子家中很是富裕 盘问真夏才知 那些银子都是盛贫薄的 皇上 臣妾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臣妾和小鹿子小安子 本就没什么来往 对他们家里的事情 更是一无所知 奴婢去问过小安子 才知道当日说 贤妃与她讨要诛杀之事 也是慎品嘱咐她做的 皇上 臣妾实在是冤枉 臣妾早就听说 小安子在盛行司服役时 哑了喉咙 再也不能说话了 如何能说她是臣妾指使的呢 阿若 本宫派人去看过盛行司的祭党 你和你宫里的人 都无出入盛行司的记录 你方才说跟小安子并无来往 那你如何得知她不能说话了 皇上 臣妾 臣妾只是听说 听谁说啊 说来听听 臣妾只是听说 至于是谁说的 臣妾早就忘了 比不得贤妃心思细腻 连慎心思的祭党 都会拿出来查看 本宫当然要查 一个受冤之人 自然要为自己喜冤 求一个清白 沈嫔 你既然说 你之前亲眼看到 贤妃如何谋害梅嫔和怡嫔 那你自然记得清楚 不会忘记 今天 朕要你再与朕说一遍 当年的事到底如何 不许错一个字 当年 当年 皇上 当年的事情太过恐怖 臣妾不敢去想 也不敢记得 臣妾只记得 贤妃在探盆 和鱼石里添了朱砂 至于细枝末节 臣妾早已经忘了 荒唐 当年你口口声声描述贤妃 是如何害了我 跟怡嫔的孩子 细枝莫及 无意不明 为何今日 却不能一一到来 皇上 此贱婢满口谎言 他一定有问题 皇上 一定不能饶恕他 朕今日查问 就是要他说个清楚 皇上 当年苏练带人搜查盐喜功 就是阿若兰下不给搜查寝殿 才惹人疑心 后来便在贤妃寝殿 庄台梯子底下 发现了沾染陈水香的朱砂 落实了贤妃的罪过 臣妾就一直在想 若这件事情 真是贤妃所为 为何要将朱砂 放在如此明显之处 倘若这件事情 贤妃不知情 那么究竟有谁 可以随意进出贤妃的寝殿 将朱砂放了这么久 以至于沾染了陈水香的气味 都不被贤妃察觉 那只能是贤妃的 净身使逼了 看来除了盛品 也没有旁人能够做到了吧 当年言之凿凿 今日荒不择隐 皇上 这盛品很是可疑呢 莫不是这些年贤妃在冷宫 屡屡被害 也是盛品想要灭口 家贫 你 皇上 那不是臣妾 不是臣妾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 慎品 你当年的告发 事关两位皇嗣的性命 如今有涉嫌 在冷宫加害贤妃 今日你要是不说清楚 朕便让你尝尝 方才赏你那些朱砂的滋味 你仔细掂量着 不 皇上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饶命 容臣妾再想想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 阿若并没有 那么大的本事 弄来这么多的朱砂 买通那么多人设下陷阱 冤害臣妾 臣妾 臣妾想要知道的是 是谁在背后指示她 你看着本宫做什么 没想到你心心如此歹毒 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真是该死 我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原来 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 真狼 贤婢 走了 将盛品 夺去养心殿偏殿 主人看着她 不许她死了 喳 放开我 皇上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 皇上 放开我 放开我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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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 今日佳宴 朕原不敢说这些 可朕看到皇后 便想起早要的端会太子 又想起梅嫔和怡嫔的孩子 死得不明不白 朕不能不细问 皇上与全妾为人父母 如何能不伤心 此事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 只是今日天色已晚 有什么事情 皇上也等到明日再查吧 皇上 那朕先回养心殿了 恭送皇上 今天闹了这么一大出 看来皇上早就留先招了 今夜怕着很多人睡不好觉了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是该有个了结 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来了 让她进来 喳 娘娘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过来了 臣妾心里有些害怕 万一阿弱 供出咱们 供出咱们什么 明明是慎嫔自己 心心歹毒 谋害皇嗣陷害贤妃 与旁人何干 是是是 本就是如此 可是娘娘 万一阿弱供出咱们 在冷宫谋害贤妃的事情 那 自然不让她胡乱攀扯咱们 圣品的阿玛足了 但还有两个兄弟在 贵多意思 臣妾早早地让阿玛 扣住了阿弱的梁兄弟 你办得好 那冷宫的事情 阿弱想认 就只能自己认了 那是自然了 最恨贤妃的就是阿弱 除了她 没有其他人在斩首 那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 娘娘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歇着吧 是 苏烈 送一下贵妃 是 是 2 5 4 4 3 4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